第三十五回 曾随东西南北路 独结冰霜雨雪圆 又过了一个多时辰 天色向晚 勤兵来报 有数艘小船压了俘虏 正向通知岛而来 维夏宝大喜 跳起身来奔到海边 果见五艘小船使劲倒来 维夏宝命勤兵贺问 拿到了些什么 小船上喊话过来 这一批都是娘们 男的都在后面 维夏宝大喜 侍郎果然办事稳当 凝目眺望 只盼见到方怡的倩影 当然最好还能活捉到老婊子 如再将那千娇百媚的洪夫人拿到 在船上每天瞧她几眼 更加妙不可言 等了两久 五艘船才靠岸 萧麒盈官兵大声吆喝 押上来二百多名女子 维夏宝一个个瞧去 只见都是赤龙门下的少女 人人垂头丧气 有的衣衫破烂 有的身上带伤 直瞧到最后始终不见方怡 维夏宝好生失望 问道 还有女的没有 一名左领道 禀报都统大人 后面还有 正有三队人在岛上搜索 就是毒蛇太多 搜起来就慢了些 维夏宝道 那神龙教的教主捉到了没有 这场仗是怎么打的 那左领道 启禀都统大人 今儿一清早 三十艘战船就逼近岸边 一起发炮 大家遵从大人的吩咐 发三炮停一停 打的只是岛上空地 等到岛上有人出来抵敌 那就排跑轰了出去 都统大人料事如神 用这法子只轰了三次 就轰死了教匪四五百余人 后来有一大堆少年 不怕死的冲锋 口中大叫什么 红教主百战百胜 兽必南山 维夏宝一摇头道 错了 红教主先赴勇响 兽与天祈 那左领道 是是 都统大人 原来对教匪早就了如指掌 无怪大军一出 势如破竹 教匪所叫的 的确是兽一天祈 被这说错了 微笑吧 微笑道 后来怎样 那左领道 这些少年 好像疯子一样 冲到海边 上了小船 想上我们大船夺炮 我们也不理会 等几十艘小船 一起驶入海中 这才发炮 砰砰砰砰 三十几艘小船 一直沉在海中 三千多名孩儿教匪 各个葬身大海之中 这些小匪临死之时 还在大叫 红教主授予天祈 维小宝心道 你也来谎报军情 夸大冒功 神龙教的少年教徒 最多也不过八九百人 哪有三千多名之理 好在杀敌越多 功劳越大 反正死在海里 只有海龙王点数 就算 报他四千五千 又有何妨 那左领导 孩儿教匪打光之后 约有一大群人 奔到岛西 上船逃走 咱们各战船 遵照都统大人的方策 随后追去 被指率队上岛搜索 男的女的 一共已捉了三四百人 石大人吩咐 先将这批女教匪 送到通知岛来 好让都统大人盘查 维小宝点了点头 这一仗虽然打胜了 但见不到方怡 总是不放心 不知炮轰之时 会不会轰死了他 转过身来 再去看那批女子 突然之间 见到一个圆圆脸蛋的少女 灯时想起 那日教主急重聚会 这少女曾说自己 是胖头头的私生儿子 又曾在自己脸颊上捏了一把 屁股上踢了一脚 一想到这时 恶作拒之心蹬起 走到他身边 伸手在他脸上 重重捏了一把 那姑娘 尖声大叫起来 骂道 杜达子 你 你 维小宝笑嘻嘻地道 妈 你不记得儿子了吗 那姑娘大齐 瞪眼瞧的 一膝觉得有些面善 但说什么 也想不起这清兵大官 就是本教的白龙屎 维小宝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那姑娘道 快伤了我 你要问什么 我一句也不答 维小宝道 好 你不打 来人呐 数十名亲兵 一起答应 咋 维小宝道 把这小牛带下去 全身衣裳裤子 拨得干干净净 打他一百板屁股 众亲兵又齐声应道 咋 上来便要拖拉 那少女吓得脸无人色 忙道 不 不要 我说 维小宝挥手指住众亲兵 微笑道 那你叫什么名字 那少女惊慌一急 这时才流下泪来 说道 我 我叫云素梅 微笑宝道 你是赤龙门门下的 是不是 云素梅点点头 低声道 是 微笑宝道 你赤龙门中 有个方姨方姑娘 后来调去了白龙门 你认不认得 云素梅道 认得 他到了白龙门后 一生做了小队长 微笑宝道 好啊 生了官了 他在哪里 云素梅道 今天上午 你们 你们开炮的时候 我还见过方姐姐的 后来 后来一乱 就没再见到了 微笑宝听说方姨 今日还在岛上 稍觉放心 心想 那日你在我屁股上 踢过一脚 这一脚 今日你的私生儿子 可要踢还了 走到他身后 正要往他臀部踢去 帐外亲兵报道 其兵都总当人 又捉了一匹俘虏来了 微笑宝心中一喜 这一脚就不踢了 奔到海边 果见有艘小船 扬帆而来 命亲兵喊话过去 俘虏是女的 还是男的 初始相距尚远 对方听不到 过了一会儿 战船使劲 船头一名军官叫道 有男的 也有女的 又过一会儿 微笑宝看清楚 船头站着三四名女子 其中一人 一溪便是方姨 她大喜之下 直奔下海滩 海水直进至西湾 凝目望去 那战船又使尽了树杖 果然 这女子便是方姨 她这一下欢喜 当真非同小可 叫道 快快 快驶过来 忽然之间 那艘战船晃了几话 竟打了个圈子 船上几名水手 大叫起来 哎呀 撞到了浅滩 搁浅了 忽听得方姨的声音叫道 小宝 小宝是你吗 微笑宝这时 哪里还顾得什么 都统大人的身份 叫道 好姐姐 是我 小宝在这里 方姨叫道 小宝 你快来救我 他们绑住了我 小宝 小宝 你快来 微笑宝叫道 不用担心 我来救你 纵身 跳上一艘 船底军情的小艇 吩咐水手 快滑 快滑过去 小艇上的四名水手 提起蒋来 遍及滑动 忽然 岸上一人纵身一跃 上了小艇 正是双尔 说道 相公 我跟你去瞧瞧 微笑宝心花怒放 说道 双尔 你到那人是谁 双尔微笑道 我知道 你说是你的少奶奶 那日我少奶奶也叫过了 不过 不过这位少奶奶不敢答应 微笑宝笑道 他那时怕羞 这次你再叫 非要他答应不可 那战船仍在缓缓打转 小艇迅速滑进 方宜叫道 小宝 果真是你 声音中充满了喜悦之情 微笑宝叫道 是我 向他身旁的军官喝道 快松了这位姑娘的吧 那军官道 是 俯身解开了方宜手上的绳索 方宜张开手臂 等候微笑宝过去 两船靠近 战船上的军官说道 都从那儿小夕 微笑宝跃起身来 那军官伸手扯了他一把 微笑宝一上船头 便扑在方宜怀里 说道 好姐姐 可想死我了 两人紧紧地搂在一起 微笑宝抱着方宜柔软的身子 闻到他身上芬芳的气息 已浑不知身在何处 上次 他随方宜来神龙岛 其实情窦初开 还不大明白男女之事 其后在前府云南道上 和剑宁公主胡天胡地 这次再将方宜抱在怀里 不禁面红耳赤 突然之间 船身晃动 微笑宝也不暇细想 只是抱住了方宜 便想去吻他嘴唇 忽觉后颈一颈 让人一把揪住 一个娇媚异常的声音说道 白龙屎 你好啊 这次你带人攻破神龙岛 功劳当真不小啊 微笑宝一听 是洪夫人的声音 不由得魂飞天外 情知大事不妙 出力挣扎 却给方宜抱住了 动弹不得 跟着腰间一通 一个人点中了穴道 这变故促然而来 微笑宝一诗之间 如在梦中 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糟糕糟糕 方宜这小婊子又骗了我 张嘴大叫 来人哪 来人哪 快来救我 方宜轻轻放开了他 退在一旁 微笑宝学道糟点 站立不定 颓然坐到 单间坐船 扯起了风帆 正向北及时 自己坐来的那艘小艇 已在十余帐之外 隐隐听得 岸上官兵 大声呼叫贺问 他暗暗捣住 谢天谢地 侍郎和黄总兵 快快派船拦截 不过千万不可开炮 但听得通吃岛上 众官兵的呼叫声 渐渐远去 终于再也听不到了 放眼四望 大海茫茫 竟没一艘船只 他所同待的战船 虽多 但都派了出去 攻打神龙岛 有的则在通吃岛和神龙岛 之间截拦 别说这时 不知主帅已经被俘 就算得知 海上相隔数十里之遥 又怎追赶得上 他坐在苍板 缓缓抬起头来 只见几名萧气营军官 向着他冷笑 他头脑中一阵晕眩 顶了定神 这才一个个看清楚 一张丑陋的胖圆脸是瘦头驼 一张轻渠的瘦脸是陆高轩 一张拉得极长的马脸是胖头驼 他心中一团迷惘 爱东瓜给绑在中军帐后 定是给陆高轩和胖头驼救了出来 可是这两人明明是在北京 怎地到了这里 再转过头去 一张秀丽异常 娇美异常的脸蛋 那便是洪夫人了 洪夫人笑颜颜地瞧着微小宝 伸手在他脸颊上捏了一把 笑道 都统大人 你小小年纪可厉害得很呢 微小宝道 教主与夫人 先赴永详 授予天旗 属下这次办事不妥 没什么功劳 洪夫人笑道 妥当得很呢 没什么不妥 教主他老人家 大大的称赞你呢 说你带领清兵 炮轰神龙岛 轰在岛上的树木房屋 尽成灰烬 他老人家向来料事如神 这一次却料错了 他佩服你的很呢 微小宝到此地步 了知命悬人手 哀求也是无用 眼前只有胡周 在随机应变 笑道 教主他老人家 福底安康 我真想念他的锦 属下这些日子来 时时想起夫人 日日导住你 越来越年轻美貌 好让教主他老人家 伴着你时 先赴永详 洪夫人咯咯而笑 说道 哼 你这小猴子 到这时候还不知死活 仍在跟我油嘴滑舌 你说我是不是 越来越年轻美丽呢 维小宝叹了口气 说道 夫人 你骗得我好苦 洪夫人笑道 我什么事骗你了 维小宝道 刚才清兵 捉来了一批岛上的姐妹 都是赤龙门的年轻姑娘 后来说 又有一船姐妹到来 我站在海边张望 见到了夫人 已是认不出来 心中只说 哎呀 赤龙门中 几时新来了一个 这样年轻貌美的小姑娘呢 是教主夫人的小妹子吧 这样的美人 可得快些过去瞧瞧 夫人 我心慌意乱 抢上船来瞧瞧这美貌小妞 哪知道 竟便是夫人你自己 洪夫人听得直笑 身子乱颤 她虽穿着萧气营军官辅色 仍掩不住身段的风流婀娜 瘦头头不耐烦了 客道 你这好色的小鬼 在夫人之前 也胆敢这么胡说八道 瞧我不抽你的筋 拨你的皮 唯小宝道 你这让糊涂透顶 我也不想跟你都说废话 瘦头头怒道 我怎地糊涂了 你自己才糊涂透顶 我浮在海里假装服尸 你也瞧不出来 居然把我救了上来 打听神龙岛的事情 我遵照教主吩咐 跟你胡说八道一番 你却拒绝信以为真 微小宝肚里暗骂 糊涂糊涂 微小宝你这家伙 当真该死 自没想到 瘦头头内功伸展 要假装服尸 那可容易得紧 我居然对他的话 深信不疑 以为神龙岛上 当真起了内讧 一切再也不防 说道 我中了教主和夫人的计 那不是我糊涂 瘦头头道 哼 你不糊涂 难道你还聪明了 微小宝道 我自然十分聪明 不过我跟你说 就算是天下最聪明的人 只要在教主和夫人手下 也就谁都逃不了好去 这是教主和夫人神机妙算 算无一策 使如破竹 大功告成 他一说道 大功告成四字 不禁向红夫人 红如樱桃 微微颤动的小嘴 望了一眼 红夫人又是一笑 露出一排洁白的戏齿 说道 白龙石 你毕竟比瘦头头高明得多 他是说不过你的 你怎么说他糊涂了 微小宝道 夫人 这瘦头头 已见过了夫人 这样仙女一般的小姑娘 本来嘛 不论是谁 只要见上夫人一眼 哪里还会再去看第二个女人 我说他糊涂 因为我知道 他心中念念不忘 还记挂着第二个女子 瘦头头 这女人是谁 要不要我说出来 瘦头头一声大吼 喝道 不能说 微小宝笑道 嘿嘿 不说就不说 你师弟就比你高明得多 他自从见了夫人之后 就说从今而后 再也没兴致 瞧第二个女子了 胖头头一张马脸一红 低声道 胡说 哪有此事 微小宝气道 没有 难道你见了夫人之后 还想再看第二个女人 胖头头低下头 说道 老那是出家人 六根清静 四大皆空 心中早已无男女之事 微小宝道 老和尚念经 有口无心 你师哥跟你一般 也是个头头头 又怎么天天想着他的老相好 心中不住思索 我明明吩咐他跟陆先生留在北京等我 怎的他二人会跟夫人在一起 当真奇哉怪也 胖头头道 师哥是师哥 我是我 二人不能一概而论 微小宝道 我瞧你二人也差不多 你师哥为人虽然糊涂 可比你还老实些 不过你师兄弟二人都坏了教主和夫人的大事 实在最大恶极 胖兽二头头齐声道 胡说 我们怎地坏了教主和夫人的大事 微小宝冷笑不答 他在一世之间也说不出一番话来 无赖二人 不过先扶下一个阴头 得得明白胖鹿二人如何从北京来到神龙岛 再来捏造些言语 好让洪夫人起疑 他回头向海上望去 大海茫茫 竟无一艘船追来 偶尔隐隐约约听到远处几下炮声 像是师郎和黄总兵物资率领战船 在围歼神龙教的逃船 陆高轩将他目光闪烁 说道 夫人 这人是本教大罪人 咱们禀告教主 就将他投入海中 为了海归吧 微小宝大吃一惊 心道 我的小白龙是西背货 假白龙入海 那可没命了 洪夫人道 教主还有话问他 陆高轩应道 是 在微小宝背上一推 道 参见教主去 微小宝暗暗叫苦 在夫人面前 还个花言巧语 哄得他欢喜 原来教主也在船中 今日小白龙 倘若不入龙宫 真正伤天害理之志了 侧头向方姨瞧了他一眼 只见他神色木然 全无喜怒之色 心中大骂 醋婊子 小娘皮 说道 方姑娘 恭喜你啊 方姨道 恭喜我什么 微小宝笑道 你为本教立了大功 教主还不升你的职吗 方姨哼了一声 并不答话 洪夫人道 大家都进来 陆高轩抓着微小宝后领 将他提入船舱 只见洪教主赫然坐在舱中 微小宝身在半空 便抢着道 教主和夫人 先赴永详 寿与天启 属下白龙使 参见教主和夫人 陆高轩将他放下 方姨等一起攻身 说道 教主先赴永详 授予天祈 他们虽也想讨好洪夫人 但这句话 向来说惯了的 毕竟老不起脸皮 加上和夫人三字 微小宝见洪教主双眼 望着舱外大海 恍若不闻 又见他身旁 站着四人 却是赤龙使 无根道人 黄龙使阴锦 青龙使徐雪亭 黑龙使张淡月 微小宝心念一动 转头对兽头夺贺道 你这家伙 瞎造谣言 说什么教主和夫人 深遭危难 我不顾一切赶来救驾 幸好教主和夫人 一点没事 几位掌门使 又哪里造反了 红教主冷冷问道 你说什么 微小宝道 属下封教主和夫人之命 混进皇宫 得了两部经书 后来到云南 无三鬼平息王府 又得了三部经书 红教主双眉微微一扬 问道 你得了五部 经书呢 微小宝道 皇宫中 所得的两部 属下一派陆高轩 呈上教主和夫人了 教主和夫人说 属下办事稳当 叫陆高轩 赐了仙药 红教主点了点头 微小宝道 云南所得的那三部 属下放在北京 一个十分稳妥的所在 命胖头陀和陆高轩看守 胖头陀和陆高轩 灯时脸色大变 忙道 没有 哪有此事 教主 你老人家别听这小子 胡说八道 微小宝道 经书 一共有八部 属下得到了线索 另外三部 多半也能拿得到手 预备取道之后 一并乘上神龙岛来 已经到了手的那三部经书 属下唯恐给人偷去 因此气在墙里 我吩咐陆高轩和胖头陀寸步不离 陆高轩胖头陀 我叫你们在屋里看守 不可外出 怎么你二人到这里来了 要是失了宝经 误了教主和夫人的大事 这干系谁来担当 胖陆二人面面相去 无言可对 过了一会儿 陆高轩才道 你又没说墙里岂有宝经 我们怎么知道 微小宝道 教主和夫人吩咐下来的事 越机密越好 多一个人知道 就多一分泄露的危险 我对你们两个老实说 也不怎么信任 我每天早晨起身 一定要大声念诵 教主和夫人 先服勇响 授予天旗 每次吃饭 每天睡觉 又比念上一遍 可是你二人 离了神龙岛之后 没称赞过教主 一句神通广大 鸟生鱼汤 姚顺鱼汤 只有对皇帝歌功颂德 才用得着 这时说了出来 众人也不知 鸟生鱼汤是什么意思 鲁高轩和胖陀陀两人 脸上青一阵白一阵 暗暗吃惊 离了神龙岛之后 他二人的确没念过 教主先服勇响 授予天旗的话 没料想 给这小子抓住了把柄 可是这小子 几时又念过了 鲁高轩道 你自己犯了滔天大罪 这是花言巧语 想讨好教主和夫人 饶你一命 哼 咱们岛上 老少兄弟 这次伤亡惨重 教主几十年 辛苦经营的基业 尽数毁在你手里 你想活命 真是休想 维侠宝道 你这话 大大错了 我们投在教主 和夫人手下 这条性命 早就不是自己的了 教主和夫人 拆我们去办什么事 人人应该 忠自当头 万死不辞 教主和夫人 要我们死 大家就死 要我们活 大家就活 你想自己做主 自把自为 那就是对 那就是对教主和夫人 不够死心塌地 不够尽忠报国 洪教主听他这么说 伸手屡屡胡子 缓缓点头 问胖鹿二人道 你们说 白龙石 统帅水师 要对本教不利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陆高轩听教主言语中 略有不悦之意 忙道 启禀教主 我二人奉命监视白龙石 对他的一举一动 诗诗留神 不敢有一刻疏忽 这天皇帝 升了他官职 水师提督 侍郎前来拜访 属下二人 将他们的说话 听得仔细 已启禀了教主 过不多天 白龙石便带了 侍郎出差 却要他扮成 萧启英的一名小官 又不许属下 和胖头驼随行 属下心中 就极为泛逸 唯小宝心道 好啊 原来教主 派了你二人 来监视我的 又听陆高轩禀报 早的几日 属下搜查 白龙石房里 自制篓中 倒出来的物事 发现了许多碎纸片 已经拼凑 原来是用满汉文字 写的辽东地名 白龙石又不识字 更加不识满文 这些地名 自然是皇帝 写给他的了 后来又打听到 他这次出行 还带了许多门大炮 属下二人商议 都想白龙石 奉了皇帝之命 前来辽东一带 既有水师将领 又有大炮 自然是 易于不利于本教 因此 一等白龙石离京 属下二人便骑了快马 日夜不休的 赶回神龙岛来禀报 夫人还说 白龙石忠心耿耿 绝不会这样 哪知道 只人之面不知心 这白龙石狼心狗肺 辜负了教主的信任 维小宝叹了口气 摇了摇头 说道 哎 陆先生 你自以为聪明能干 去哪里 急得了教主和夫人的万一 我跟你说 你错了 只有教主和夫人 才永远是对的 陆高轩怒道 你呼 这两字一出口 灯水之道不妙 虽然立即把下面的话杀住 但人人都知 你胡二字之下定然跟的是个说字 维小宝道 你说我胡说 我说你错了 只有教主和夫人 才永远是对的 你不服气 难道教主和夫人永远不对 只有你陆先生 才永远是对的 陆高轩张红了脸 道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是你说的 我可没说过 维小宝道 教主和夫人说 我白龙石忠心耿耿 绝不会叛变 他二位老人家料事如神 怎会有错 我跟你说 皇帝派我带了水师大炮 潜伏辽东 说的是去长白山祭天 其实 其实是 你又知道什么 心中乱转念头 该说皇帝派我去干什么 红教主道 你却说来 皇帝派你去干什么 维小宝道 这件事本来万分机密 无论如何是不能说的 一有泄露 皇帝定要杀我的头 不过教主既然问起 在属下心中 教主和夫人 比这皇帝高出百倍 他是万岁 你是百万岁 他是万万岁 你是百万万岁 教主要我说 自然不能隐瞒 寻思 怎样说法 才骗得教主和夫人相信 红教主听维小宝 鱼词朝有 丝毫不以为闲 碾须微笑 宜然自得 缓缓点头 维小宝道 启禀教主和夫人 皇帝身边 有两个红毛外国人 这两人 一个叫汤若旺 一个叫南淮人 封了青天间 监政的官 红教主道 汤若旺此人的名字 我倒也听见过 听说 他懂得天文地理 阴阳历数之学 维小宝赞道 教主不出门 能知天下事 这汤若算来算去 算到北方有个罗刹国 要对大清不利 红教主双眉一宣 问道 那便如何 维小宝曾听那大胡子 蒙古人 韩铁摩说过 吴三贵与罗刹国 神龙教勾结 吴三贵远在云南 拉扯不到他身上 罗刹国便在辽东之侧 果然一提罗刹国三子 红教主 当即神情有益 维小宝知道 这话题 对上了笋头 心中大喜 说道 小皇帝一听之下 便心眼发愁 就问汤若旺 即将安出 快快献来 唐若旺奏道 带臣回去夜观天文 日算阴阳 仔细推算 过多几天 他向皇帝奏道 罗刹国的龙脉 是在辽东 有座山叫做 什么呼他妈的山 有条河叫做什么 阿玛尔的河 红安通久在辽东 与当地山川 甚是熟悉 听维小宝这么说 向红夫人笑道 夫人 你听这孩子说的 岂不可笑 将呼马尔窝吉山 说成呼他妈的山 把阿木尔河 又说成阿玛尔的河 红夫人也格格娇笑 微小宝道 是是 教主无所不知 无所不晓 属下当真佩服得紧 那外国红毛鬼 说了好几遍 属下总是记不住 小皇帝便用满汉文字 写了下来 交了给我 可是属下不识字 这呼他妈的什么山 阿玛尔的什么河 总是记不住 红教主呵呵大笑 转过头来 向陆高轩横了一眼 目光极是严厉 陆高轩和胖头驼 心中不住叫苦 维小宝道 那汤若旺说道 须得赶造师门 红毛大炮 从海盗运往辽东 对准了这些什么山 什么河 连轰两百炮 打坏了楼刹国的龙脉 今后二百年大清国就太平无序 叫做一炮保一年平安 小皇帝道 那么连轰一千炮 岂不是保的千年平安 汤若旺道 轰得太多 反而不灵 又说什么天机不可泄露 黄道黑道 鸡里咕噜咕噜地说了半天 属下半句也不懂 听得好生气们 红教主点头道 这汤若旺 变得有不大清实现力 确实只有两百年 看来满清的气韵 最多也不过两百年而已 维音小宝说谎有个诀窍 一切细节不厌求详 而且全部真实无误 只在重要关头 却胡说一番 这是他从妓院里 学来的法门 恰好 红安通甚是渊博 知道汤若旺 这部大清实现力的内容 维音小宝这番谎话 竟全然何凤何损 红夫人道 这样说来是小皇帝 派你去辽东开大炮吗 维音小宝假作惊异道 咦 夫人 你怎么又知道了 红夫人笑道 我叫你这番话 还是不见不识 小皇帝派你去辽东 你怎么又上神龙岛来了 维音小宝道 那红毛鬼说道 罗刹人的龙脉是条海龙 因此 这石门大炮 要从海上运去 对准了那条龙的龙头 算好了时辰 等他正要向海中取水之时 立即轰炮 这条龙身受重伤 那就动不了了 若从陆地上炮轰 这条龙吃了一炮 立刻就飞天腾走了 一炮只保得一年平安 明年又要来轰过 实施麻烦至极 他说 我们的大炮从海上运去 还得远兜圈子 免得惊动了龙脉 自来风水堪雨之说 龙脉原是十分注重的 但只说地形四龙 并非真的有一条龙 什么龙脉会惊动了 逃走云云 全是维小宝的胡说八道 红安通听在耳里 不由他有些将信将疑 维小宝 剑冒变色 只他不大相信 忙道 那外国鬼子 是会说中国话的 他画了好几张图画 给小皇帝看 用了几把尺 量来量去 这里画一个圈 那里画一条线 说明白 为什么这条龙脉会逃 属下太笨 半点也不懂 小皇帝倒听得津津有味 红安通点了点头 心想 外国人看风水 必定另有一套本事 自比中国风水 更加厉害 维小宝 见他认可了此节 心中一宽 寻思 这关一过 以后的法罗便 无毒毒不会破了 说道 那一天 小皇帝叫青天坚 选了个黄道吉日 下圣旨 派我去长白山祭天 有一个福建水师提督师郎 是从台湾投降过来的 说郑成功 也曾在他手下吃过败仗 这人善于在船上开炮 小皇帝派他跟我同去 千叮万主 勿须严守机密 如果泄露了 这件大事可就坏了 说不定罗刹国会派海船阻拦 我们去到天津出海 远兜圈子 要悄悄上辽东去 哪知昨天下午 在海里见到了不少浮尸 其中有阵有假 假的一句 就是这兽头驼了 我好心把他救了起来 他说乖乖不得了 神龙岛上 打得天翻地覆 洪教主派人 杀了青龙使徐雪亭 兽头驼大叫 假的 我没说教主杀了青龙使 洪夫人妙目 向他瞪了一眼 说道 兽头驼 在教主跟前 不得大呼小叫 兽头驼道 是 维小宝道 你说青龙使给人杀了 是不是 兽头驼道 是 是教主吩咐我 要这般骗你的 维小宝道 教主叫你跟我开个玩笑 也是有的 可是你说教主为了报仇 杀了青龙使和赤龙使 教主大公无私 大人大义 绝不会的属下记恨 他说一句 兽头驼便叫一句假的 维小宝道 你说教主为了报仇 杀了青龙使和赤龙使 兽头驼道 假的 我没说 维小宝道 教主大公无私 兽头驼道 假的 维小宝道 大人大义 兽头驼叫道 假的 维小宝道 绝不会对属下记恨 兽头驼道 假的 陆高宣 这兽头驼 兽头驼 暴躁老师 早已踏进 维小宝的圈套 他不住大叫假的 每多叫一句 教主的脸色 便难看了一分 陆高宣 只怕兽头驼 再叫下去 教主一发脾气 那就不可收拾 于是 扯了扯兽头驼的衣袖 说道 听他启禀教主 别打断他话头 兽头驼道 这小子满口糊柴 难道 你由他说个不休 陆高宣道 教主聪明智慧 无所不知 无所不晓 不用你着急 教主自然明白 兽头驼道 哼 只怕未必 这一出口 突然张大了嘴 更无声息 满脸惶恐之色 维小宝 双目瞪视着他 突然半个鬼脸 两人身材都矮 兽头驼更矮 维小宝 低下头半鬼脸 旁人瞧不到 兽头驼 却看得清清楚楚 灯石便欲发作 却生怕激怒了教主 只有强字忍住 神则尴尬 一时之间 船舱中寂静无声 只听得兽头驼呼呼喘气 过了好一会儿 红教主问维小宝 他又说了些什么 维小宝道 启禀红教主 他又说 教主拨弄是非 挑拨赤龙门 去打青龙门 兽头驼叫道 我没说 红教主向他怒目而视 喝道 给我闭上了鸟嘴 你再怪叫一声 我把你这矮冬瓜 劈成了他妈的凉段 兽头驼 满脸紫诈 陆高轩和胖头驼 也骇然失色 众人君知红教主 诚服甚深 喜怒 不形于色 极少如此出言粗鲁 大发脾气 这般河麻兽头驼 时时愤怒一击 维小宝大喜 心想 兽头驼既不能开口说话 自己不管如何瞎说 他总是难以反驳 便道 请教主息怒 这兽头驼 倒也没说什么 侮辱教主的言语 只是说 教主为人小气 上次 大家谋反不成 给属下一个小孩子 坏了大事 人人心中气愤 教主却要撑击报仇 他说 教主派了一个 名叫和胖的去干事 这人是无根道人的大弟子 弟子却不知 本教有没有这个人 洪夫人道 和胖是有的 那又怎样 微笑宝心念一动 这和胖是无根道人的弟子 必是个年轻小伙子 说道 兽头驼说 这和胖见到夫人美貌 这几年来 跟夫人一直如何如何 怎样怎样 说了很多不中听的说话 弟子大怒 脑袋背后对夫人不敬 命人打到嘴巴 那时他还给牛皮锁绑住了 反抗不得 打了十几下 他才不敢说了 洪夫人气得脸色铁青 狠狠地道 怎地将我拉扯上了 兽头驼道 我 我没说 微笑宝道 教主不许你开口 你就不要说话 我问你 你说过 有个叫做和胖的人没有 是就点头 不是就摇头 兽头驼点了点头 微笑宝道 是啊 你说和尚跟徐雪亭争风吃醋 争得要讨好夫人 于是 这和胖就把徐雪亭杀了 夫人很欢喜 又说教主给蒙在鼓里 什么也不知道 你说青龙使给和胖杀了 房里地下有一把刀 那把刀是和胖的 是不是 你说过没有 兽头驼点了点头道 不 前面 微笑宝道 你既说过也就是了 其实兽头驼说过的 只是后半截 前半截 却是微笑宝加上去的 兽头驼这一点头 道死 整篇话都是他说的了 微笑宝道 你说青龙们 赤龙们 黄龙们 黑龙们 还有我的白龙们 大家打得一塌糊涂 教主 已然施了全柄 毫无办法镇压 是不是 兽头驼点点头 微笑宝道 你说神龙岛上众人造反 教主和夫人给捉了起来 夫人全身衣服给脱得清光 在岛上游行示众 教主的胡子给人拔光了 给倒吊着挂在树上 一有三天三也没喝水 没吃饭 这些说话 你现今当然不肯认了 是不是 对这句问话 点头也不是 摇头也不是 兽头驼满脸通红 皮肤中如要渗出血来 微笑宝道 现下你当然要赖 不肯承认说过这些话 是不是 手头头怒道 我没说过 微笑宝道 你说你跟教主动上了手 你踢了教主两脚 打了教主三下耳光 不过教主武功比你高 你打不过 于是给教主绑起来 投入大海 是不是 你说 本教一闹得天翻地覆 一塌糊涂 一大半人 都已给教主绑了 投入大海 于下子你杀我 我杀你 教主和夫人 你糟糕至极 就算眼下还没死 那也活不长久了 是不是 手头驼道 我 我 他给微笑宝 弄得头晕脑胀 不知如何回答才是 他确实说过 他打不过教主 给教主绑起来 投入大海 也说过神龙岛上 五龙门自相残杀 一塌糊涂 但跟微笑宝的话 却又颇不相同 微笑宝道 启禀教主 属下 本要率领水师船只 前赴辽东 去轰罗刹国的龙脉 不过船只驶到这里 属下记挂着教主和夫人 还有那个方姑娘 属下本想 本想娶她为妻的 也想瞧瞧她 最好 能求得教主和夫人 准我将她带了去 于是吩咐海船 缓缓使劲 就算远远 向岛上望上几眼 也是好的 要是能见到教主 和夫人一眼 红夫人微笑她 还有那个方姑娘 微笑宝道 是 这是属下 存了自私之心 没有一心一意 对教主和夫人尽忠 时事该死 红教主点了点头 道 你再说下去 微笑宝道 哪知道 在海中救起了兽头驼 不知道存了什么心眼 竟满口 咒诅教主和夫人 属下也糊涂得紧 一听之下 当时慌了手脚 恨不得插去 飞上神龙岛来 站在教主和夫人身判 和众叛徒 一决死战 属下当时破口大骂 说道 当时教主 郑重吩咐过的 过去的事 不能再算道账 连提也不能再提 哼 怎可怀恨在心 用来反叛教主 属下 就记挂着教主和夫人的危险 心想 教主给叛徒 倒掉了起来 夫人给他们脱光了一扇 那是一刻也挨不得的 我真糊涂该死 却没想到 教主神通广大 若有人犯伤作乱 教主伸出几根手指 就把他们像蚂蚁一般捏死了 哪有会给叛徒欺辱之理 不过属下心中焦急 立即命所有战船一起出海 攻打神龙岛 我吩咐他们说 岛上的好人 都已给坏人拿住了 如有人出来抵抗 你们开炮轰击便是 一上了岸 快快查看 有没有一位 威风凛凛 相貌堂堂 又像玉皇大帝 又像神仙菩萨的一位老人家 那就是神龙教红教主 大家要听他指挥 属下又说 岛上所有女子 应该不可得罪 尤其那位如花似玉 相貌美丽 好像天仙下凡的年轻姑娘 那是红夫人 大家更需恭恭敬敬 红夫人咯咯一笑 说道 照你说来 你派兵攻打神龙岛 到全是对教主的一番忠心 你不但无过 反而有功 唯小宝道 属下功劳是一点也没有的 不过 见到教主和夫人平平安安的 几个掌门使 仍忠心耿耿 好好的服侍教主和夫人 心中就高兴得很 属下第一盼望的 是教主和夫人 先服勇响 授予天旗 第二件事 是要本教 人人尽忠报国 教主说什么 大家就去干什么 第三件 第三件 红夫人笑道 第三件事要方姑娘给你做老婆 唯小宝道 这是一件小事 属下心中早就打定了主意 只要尽力办事 讨得教主和夫人的欢心 教主和夫人自然也不会亏待部下 红安通点点头 说道 你这张嘴确实能说会道 可是你说挂念我何夫人 为什么自己却不带兵上神龙岛来 为什么只派人开炮乱轰 自己却远远地躲在后面 这一句话却问中了要害 尾小宝张口结舌 一时无话回答 知道这句话 只要答得不尽不识 红教主意气疑心 先前的大篇谎话 固然全部拆穿 连小命也必不保 情急之下 只得说道 属下罪该万死 实在是对教主和夫人不够忠心 我听兽头驼说 岛上众人如何凶狠 连教主和夫人也捉了 属下害怕得很 上次 上次他们背叛教主 都是属下坏了他们的大事 倘若给他们拿到 非抽我的筋 剥我的皮不可 属下怕死 因此远远躲在后面 只拆了手下兵将 来救教主和夫人 这个 这个 实在该死之志 红教主和夫人对望了一眼 缓缓点头 君想 这孩子自成怕死 可见说话非虚 红教主道 你这番话是真是假 我要慢慢查问 倘若得知你是说谎 你自己明白 维侠宝道 是 教主和夫人要如何处罚 属下心甘情愿 可是千万不能将属下 交在胖头驼 瘦头驼 陆高轩他们手里 这一次 这一次他们安排巧技 骗得清兵 炮轰神龙岛 害死了不少兄弟姐妹 定有重大阴谋 属下看来 这陆高轩 定是想做陆教主 他的云南是说 我也不要什么 先福永享 授与天奇 只要想他五十年的福 也就够得很了 陆高轩怒叫 你 徽长便向微小宝后心拍来 无根道人抢上一步 身掌拍出 砰的一声 陆高轩给震得退后两步 无根道人却只身子一晃 喝道 陆高轩 你在教主坐下 怎敢行凶上人 陆高轩 脸色惨白 公身道 教主恕罪 属下听的小子 捏造谎言 按捺不住 多有势力 红教主哼了一声 对微小宝说 你姐下去 对无根道人道 你亲自看管他 不许旁人伤害 可也不能 让他到处乱走 你别跟他说话 这小孩诡计多端 就得加以留神 无根道人公身答应 此后数日 微小宝日夜都和无根道人住在一间仓房 眼见每天早晨 太阳从右弦升起 晚间在左弦落下 坐船静向北行 起初一两天 他还盼望 狮狼和皇府的水师能赶了上来搭救自己 到的后来也不存着指望了 先想 我这一番胡说八道 教主和夫人已信了九成 只不过 我带兵把神龙岛轰得一塌糊涂 就算出于好心 总也不免有罪 幸亏那矮冬瓜 办了服事来骗我 是教主自己想出来的计策 否则 他一怒之下 多半会将矮冬瓜和我两个一起杀了 煮他一锅 小宝冬瓜汤 又想 这船向北驶去 难道仍是往辽东吗 想 无根道人问了几次 无根道人总是回答 不知道 维小宝逗他说话 无根道人道 教主吩咐 不可跟你说话 又不许他走出舱房一步 维小宝好生无聊 又想 方宜这死牛 明明在这船里 却又不来 陪伴老子散心姐妹 想起这次给神龙教擒火 又是为方宜左右 心道 老子这次若能脱险 以后再向方宜的小娘皮瞧上一眼 老子就不姓韦 善过两次当 只能再上第三次当 但想到方宜容颜娇艳 神态柔媚 心头不禁怦然而动 转念便想 不姓韦就不姓韦 老子爹爹是谁 也不知道 又知道我姓什么 战船不停北市 天气越来越冷 无根道人内力深厚 倒不觉得怎样 维小宝却冷得不住发抖 牙齿相机 咯咯作响 又行几日 北风怒嚎 天空阴沉沉的 忽然下起大雪来 维小宝叫道 这下可冻死我也 心想 索图大哥送了我一件 貂皮袍子 可惜留在大营 没带出来 哎 早着放一只小娘皮 要骗我上当 我就该 除了貂皮袍子去抱他 也免得冻死在船中 冰冻白龙屎 怪怪不得了 船行到半夜 呼听的叮咚声不绝 维小宝仔细听去 才知是海中碎冰相撞 大吃一惊叫道 哎呀 不好 这只船 要是冻在大海之中 岂不糟糕 无根道人道 大海里的海水 不会结冰 咱们这就要靠岸了 维小宝道 到了辽东吗 无根道人哼了一声 不再答话 次日清晨 推开船舱窗子 向外张望 只见白茫茫的 满海都是浮冰 冰上积了白雪 远远 一口望到陆地 这天晚上 战船驶到了岸边抛锚 看来第二日一早 便要乘小艇登陆 这一晚 维小宝思潮起伏 红教主到底要如何处置自己 实在不易猜想 他似乎信了自己的话 似乎又是不信 来到这冰天雪地 又不知是什么用意 想了一会儿也就睡着了 睡梦中 呼见方怡坐在自己身边 他伸出手去一把搂住 迷迷糊糊间 只听着他说 别胡闹 维小宝道 死老婆 我偏要胡闹 只觉方怡在怀中扭了几扭 他四睡四醒 听得怀中那人低声道 相公 咱们快走 似乎是双二的声音 维小宝吃了一惊 灯时清醒 觉得怀中 确实抱着一个柔软的身子 黑暗之中 却瞧不见是谁 心想 是方怡 是洪夫人 这战船之上 便指两个女子 心想 管她是方怡 还是洪夫人 亲个嘴再说 先落得便宜 将怀中人搬过身来 往她嘴上吻去 那人轻轻一笑 转头避开 这一下笑声虽轻 却听得明明白白 正是双二 维小宝又惊又喜 在她耳边低声问道 双二 你怎么来了 双二道 咱们快走 慢慢再跟你说 维小宝笑道 我冻得要死 你快 钻进我被窝来 热乎热乎 双二道 哎 好相公 你就是爱闹 也不想想 这是什么时候 维小宝紧紧搂住了她 问道 他到哪里去 双二道 咱们溜到船尾 划了小亭上岸 他们就算发掘了 也追不上 维小宝大喜 低声叫道 妙计妙计 哎呀 那个道士呢 双二道 我偷偷摸进船舱 也点了他学道 两人偷偷 溜出船舱 一阵冷风扑面 维小宝全身 急要冻僵 忙转身入舱 拨下无根道人身上道袍 躲在自己身上 其实 千云满天 星月无光 大雪 仍下个不止 两人溜到后烧 耳听得 四下无声 船以下矛 连掌舵的舵手 也都入舱睡了 双二拉着维小宝的手 一步步走到船尾 低声道 我先跳下去 你才下来 提一口气 轻轻跃入 记载船尾的小艇 维小宝 向下望去 黑沉沉的 有些害怕 当即闭住眼睛 涌身吓跳 双二提起双掌 拖住他背心后臀 在艇中转了个圈子 卸去了落下的力道 这才将他放下 呼听得船舱中 有人贺问 什么人 正是洪教主的声音 维小宝和双二都大吃一惊 浮在亭底 不敢作声 呼听得哒哒一声 舱房窗子中 透出火光 双二这洪教主 已听见声息 点火来查 盲提起艇中木桨 入水搬动 只搬的两下 洪教主已在大声呼吓 是谁 不许动 跟着小艇一晃 却不前进 原来心慌意乱之下 竟忘了解开 寄艇的绳索 维小宝 盲伸手去解 触手冰冷 却是一条铁链 系着小艇 只听大船中 好几人都叫了起来 白龙石不见了 这小子逃走了 逃到哪里去了 快追快追 维小宝从血桶中 拔出匕首 用力挥去 刷的一声 斩断铁链 小艇 灯石冲了出去 这一声响过 红教主 红夫人 胖瘦二头驼 陆高轩等 先后奔向船尾 冰雪光芒反应之下 见小艇离大船 已有树杖 红教主一伸手 在船边上抓下一块木头 使劲向小艇致去 他内力虽强 但木头终究太轻 飞到离小艇两尺之处 啪的一声 掉入海中 初时 陆高轩胖头驼等 不知教主用意 不敢善发暗器 这怕伤了白龙石 反而受责 待见教主 随手抓下船弦上的木块置机 才明白他心思 身边带有暗器的便急 取出发射 只这么缓得片刻 小艇又向前划了两仗 寻常细小暗器 都难以及远 偏生弓箭 钢镖 飞黄石等物 又不救手 众人发出的锈箭 毒针等物 纷纷都跌入了海中 兽头驼说道 这小子脚滑得紧 我早知道他不是好人 早就给一刀杀了 留着他自找麻烦 红教主本已怒急 兽头驼这几句风凉话 显示几次自己见识不明 左手伸出 抓住他后颈 叫道 快去给我捉打回来 左手一举 将兽头驼提在空中 右手抓住了他后臀 喝道 快去 双臂一缩 全身内力都运到了臂上 往前送去 兽头驼一个肉球般的身子 飞了出去 只向小艇冲来 双耳拼力滑桨 围下宝大叫 哎呀 不好 人肉炮弹打来了 叫声未闭 扑通一声 兽头驼已掉入海中 他落海之处 与小艇只相差数尺 兽头驼一涌声 左手已抓上了艇边 双耳举起木桨 用力击下 正中他脑袋 兽头驼忍痛 哼了一声 右手又已抓住艇边 双耳大急 用力再击了下去 啪的一声大响 木桨断尾两劫 小艇登时在船中打横 兽头驼头脑一阵昏晕 摇了摇头 围下宝匕手滑出 兽头驼右手四根手指七段 举痛之下再也支持不住 左手松开 身子在海中一探一尘 大叫大骂 双耳拿起剩下的一柄桨 用力搬动 小艇又向岸边驶吃 使得一会儿离大船已远 眼见是追不上了 大船上只有一艘小艇 红教主等人武功再高 在这寒冷彻骨的天时 却也不敢跳入水中游水追来 何况人在水中游泳 再快也追不上船艇 围下宝拿起亭底一块木板 帮着划水 隐隐听到大船上 众人怒声叫骂 又过一会儿 北风终于淹没了众人的声息 围下宝虚了口气 说道 啊 谢点谢地 终于逃出来了 两人划了小半个时辰 这才靠岸 双耳跳入水中 海水只进到膝盖 拉着挺头的半截铁链 将小艇扯到岸边 说道 行了 维下宝涌声一跳 便上了岸 叫道 大功告成 双耳嬉嬉一笑 退开几步 笑道 相公 你别胡闹 咱们可得快走 别让红教主他们追了上来 维下宝吃了一惊 皱起眉头 问道 这是什么鬼地方 四下张望 但见白雪矮矮的平原 无边无际 黑夜之中 也瞧不见别的东西 双耳道 真不知这是什么地方相公 你说 咱们逃去哪里才好 微笑把冷得 只缩缩发抖 脑子似乎也冻僵了 竟想不出半条计策 骂道 他奶奶的 都是放一只小死娘皮不好 害得我们冻死在这雪地里 双耳道 咱们走吧 走动一会儿 身子变暖和些 两人斜着手便向雪地中走去 雪已积了一尺来后 一步踏下去 整条小腿都淹没了 拔脚跨步 甚是艰难 维下宝走得虽然辛苦 但想红教主神通广大 定有法子追上岸来 这雪地中脚印如此之深 又逃得到哪里去 就算逃出了几天 多半还是会给追到 因此上片刻也不敢停留 不住赶路 随即问起 双耳怎么会在船里 原来那日微笑宝一见到方宜 便失魂落魄地赶过去续话 双耳跟在艇中 带着他失手糟勤 人人都注目于他 双耳十分激警 立即在后烧躲了起来 这艘战船是红教主等 从清兵手里躲过来的 躲是水手都是清兵 他穿的本是萧綦营官兵服色 混在官兵之中 谁也没发觉 直到战船使尽岸边 他在半夜里出来相救 维下宝大赞他聪明伶俐 说道 放一这死妞 老是骗我 害我 双耳这乖宝贝 总是救我的命 我不要他做老婆了 要你做老婆 双耳盲放开了手 躲开几步 说道 我是你的小丫头 自然一心一意服侍你 维小宝道 我有你这个小丫头 定是前世敲穿了 十七二十八个大木鱼 翻烂了 三七二十一部 四十二张经 君生才有这样好福气 双耳格格娇笑 说道 相公总是有话说的 走到天明 离海边已远 回头望去 雪地里两排清清楚楚的脚印 远远伸展出去 再向前往 平原似乎无穷无尽 红教主等人 虽没追来 看来也不过是迟早之间而已 维小宝心中发愁 说道 咱们就算再走十天十晚 还是会给他们追上了 双耳指着右侧 说道 那边好像有些树林 咱们走进了树林 红教主他们就不易找了 维小宝道 如真是树林就好了 不过看起来不大像 两人对准了那一团高企的雪丘 奋力快步走去 走了一个时辰 已经看得清楚 只不过是大平原上高企的一座小丘 并非树林 维小宝道 到了小丘之后 瞧瞧 或许有地方可以躲藏 他走到这时 已气喘吁吁 十分吃力 又走了半个时辰 来到小丘之后 这间仍是白茫茫的一片 就如是白雪铺成的大海 更无可以躲藏之处 维小宝又疲又饿 在雪地上躺倒 说道 好双儿 你若不给我抱抱 亲个嘴 我再也没力气走路了 双儿红了脸 待遇搭晕 又觉得此事十分不妥 正吃一尖 呼听的身后 呼啦一响 两人回过头来 捡七八只大鹿 从小丘后面 转江出来 维小宝洗道 肚子饿死了 你又没法子 捉着鹿来 杀了烤鹿肉吃 双儿洗道 我试试看 突然飞身扑出 向几头大鹿冲去 拿着梅花鹿 似腿极长 奔越如飞 一转身便奔出了数十丈 再也追赶不上 双儿摇了摇头 说道 追不上的 这些梅花鹿却并不为人 见双儿止步又回过头来 维小宝道 咱们躺在地下装死 瞧鹿儿过不过来 双儿笑道 好 我就试试看 说着便横身躺在雪地里 维小宝道 我已经死了 我的老婆好双儿也已经死了 我们两个都已经埋在坟里 再也动不了了 我跟好双儿生了八个儿子 九个女儿 他们都在坟前大哭 大叫我的爹呀 我的妈呀 双儿扑斥一笑 一张小脸羞得飞红 说道 哼 谁跟你生这么多儿子女儿 维小宝道 好 八个儿子 九个女儿太多 那么各生三个吧 双儿笑道 不 几头梅花鹿 慢慢走到两人身边 似乎十分好奇 动物之中鹿的智慧甚低 远不及全马狐狸 因此 成语中有蠢如鹿屎的话 几头梅花鹿低下头来 到维小宝和双儿的脸上 擦擦秀秀 叫了几声 维小宝叫道 翻身上马 狄青降龙 弹身跃起 坐上了鹿背 双手紧紧抱住鹿颈 双儿轻轻瞧瞧的 也跃上了一头梅花鹿之背 群鹿受惊 撒体奔跃 双儿叫道 你用匕首杀鹿啊 维小宝道 不忙杀 骑鹿逃命 红教主便追不上了 双儿道 是 对急 不过可别失散了 他担心两头鹿 一往东窜 一往西奔 那可糟糕 幸好 梅花鹿兴系合群 八头大鹿 聚在一起奔跑 奔得一会儿 又有七八头大鹿 过来合在一起 梅花鹿身高腿长 奔跑起来 不亚于骏马 只是骑在鹿背 颠簸激烈 群鹿向着西北 一口气冲出树里 这才缓了下来 背上骑了人的两头鹿 用力跳跃 想将二人抛下 但维小宝和双儿 紧紧抱住了鹿井 说什么也抛不下来 维小宝叫道 一下鹿背 再上去可就难了 咱们逃得越远越好 这叫做 大丈夫一言计出 活路难追 这一日 两人虽饿得头晕眼花 仍紧紧抱住鹿井 抓住鹿角 任由鹿群 在茫茫无际的血缘中奔驰 两人军职 鹿群多奔得一刻 便离红教主等远了一些 同时 雪地中也没了二人的足印 傍晚时分 鹿群奔进了一座森林 维小宝道 好了 下来吧 拔出匕首 割断了胯下 熊鹿的喉咙 那头鹿奔得几步 摔倒在地 双二道 一头鹿够吃的了 扔了我那头鹿吧 从鹿背上越了下来 维小宝筋疲力尽 全身骨骼 便如要尽数散开 躺在地下 只是喘气 过了一会儿 趴在熊鹿井边 嘴巴对准了窗口 咕嘟咕嘟地 喝了十几口热血 叫道 双二你来喝 大量鹿血入肚 精神为之一震 身上也慢慢感到了暖意 双二喝过鹿血 用匕首割了一条鹿腿 食了些枯枝 生火烧烤 说道 鹿啊鹿 你救了我们的性命 我们反将你杀来吃了 实在对不住得很 两人吃过烤鹿腿 更加兴高采烈 维小宝道 好双二 我跟你 你在这树林中做一队猎人公猎人婆 再也不回北京去了 双二低下了头 说道 县公到哪里 我总是跟着服侍你 你回到北京 做大官也好 在这里做猎人也好 我总是你的小丫头 维小宝引荐火光 照射在他脸上 红扑扑的 娇艳可爱 笑道 那么 咱们是不是大功告成了呢 双二啊的一声 一跃上了头顶松树 笑道 没有没有 两人蜷缩在火堆之旁 睡了一夜 次日醒来 双二又烧烤鹿肉 两人饱餐一顿 维小宝的帽子 昨日骑在鹿背上奔驰之时掉了 双二剥下鹿皮 给他做了一顶 维小宝道 昨日奔了一天 红教主他们 不容易寻到我们了 不过还是有些危险 最好骑了梅花鹿 再向北奔得三四天 那么 我为教主 跟你双二夫人 就先赴勇响 授予天骑了 双二笑道 什么双二夫人的 可多难听 再要骑鹿 那也不难 这不是鹿群过来了吗 果然 见到二十余头大鹿小鹿 自东边踏雪而来 身高头颈 嚼吃树上的嫩叶 这森林中人际罕至 群鹿见了二人 仅毫不害怕 双二道 鹿儿和善得很 最好别伤他们性命 昨天这头大鹿 已够我们吃的十几天了 在死鹿身上 斩下几大块鹿肉 用鹿皮锁绑了起来 与维小宝分别附在背上 慢慢向群鹿走去 维小宝伸手抚摸一头大鹿 那鹿转过头来 试试他脸 毫无惊慌之意 维小宝叫道 哎呀 这鹿跟我大功告成 双二隔得一笑 说道 你先骑上去吧 两人纵身上了鹿背 两头鹿才吃惊纵跳 向前急奔 群鹿始终在森林之中奔跑 两人抓住鹿脚控制方向 只需向北而行 便和红教主越离越远 维小宝这时 已知骑鹿不难 骑了两个多时辰 便和双二跳下地来 任由群鹿自去 如此借连十余日 在密林中骑鹿而行 有时遇不上鹿群 便缓缓步行 饿了便吃烤鹿肉 两人身上原来的衣衫 早在林中给荆棘勾得破烂不堪 都已换上了双二新做的鹿皮衣裤 连鞋子也是鹿皮做的 这一日出了大树林 忽听得水声轰隆 走了一会儿便到了一条大江之派 只见江中水势汹涌流得甚急 两人在密林中担了十几日 陡然见到这条大江 胸襟为之大爽 沿江向北走了几个时辰 忽然见到三名身穿瘦皮的汉子 手持锄头铁叉 看模样似是猎人 微小宝好久没见生人 心中大喜 忙迎上去 问道 三位大哥 你们上哪去啊 一名四十来岁的汉子道 我们去牡丹江赶集 你们又去哪里 口音甚为怪异 微小宝道 哎呀牡丹江是向那边去吗 我们走错了 跟着三位大哥去 那再好不过了 当下和三人并排而行 有一搭没一搭的聊他们说话 原来三人是通古斯人 以打猎蛙身为生 尝到牡丹江赶集 跟汉人做生意 因此会说一些汉话 道德牡丹江 却是好大一个市集 微小宝身边那叠银票 一直带着布施 要那三个通古斯人 去酒铺喝酒 正隐之间 呼听的临桌 有人说道 你这条棒槌 当然也是好得很了 三个月 有人从 呼马尔窝吉山那边下来 微小宝和双尔 听到呼马尔窝吉山 心中都是一脸 对望了一眼 奇想说话之人憔悴 见是两个老汉 正在把玩一条 带夜的心挖人参 微小宝取出一定银子 交给酒宝 吩咐多取酒肉 再窃一大盘熟牛肉 打两斤白酒 送去临桌 两名老生客大为奇怪 不知这小猎人 何以如此好客 当下连声道谢 微小宝过去敬了几杯酒 以他口才 三言两语之间 便打听到了 呼马尔窝吉山的所在 原来死去向北 尚有两三千里 那两个生客 也从来没去过 微小宝把双二叫过去 要他说了些地图上 其余山川的名字 两名老生客 一一指点 方位远近 过于地图上 所在丝毫无异 酒醉饭饱之后 与通古寺人 几生客别过 微小宝寻思 那鹿顶山 原来离此地 还有好几千里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不妨就去将宝贝绝了来 其实绝不绝宝 他倒并不在乎 内心深处 绝在是害怕 跟红教主 瘦头脱一伙人遇上 红教主等人再难 倘若再往北两三千里 红教主是无论如何 找不到自己了 又想 我跟双二 在荒山野岭里 等他十年八年 红教主非死不可 难道他真的还能 他妈的授予天奇 当下去皮铺 买了两件上好的貂皮袄 和双二分别穿了 生怕给红教主追上 貂皮袄外 仍照上粗壳陆皮衣 用霉灰涂黑了脸 就算追上了 也盼他认不出来 雇了一辆大车 一路向北 在大车之中 跟双二谈谈说说 偶尔大功告成 其乐融融 坐了二十余日大车 越是往北 越加寒冷 道上冰风雪击 大车也不能通行 两人改成马匹 到的后来 连马也不能走了 便在密林雪原中 徒步而行 好在维小宝 寻宝为名 避难事实 眼见穷山恶水 似也无人 心中月绝平安 双二记心甚好 一旋地图上 左慧方位 慢慢向北寻去 遇到猎人深刻 便打听地名 与图上左载印证 地图上有八个四色小圈 便是鹿顶山的所在 地当两条大江河流之处 这一日 散来相聚 该已不远 两人在一座大松林中 正携手而行 突然间东北脚上 砰的一声大响 却是火气射击之声 维小宝惊道 哎呀 不好 红教主追来了 忙拉着双二 躲入树后 长草丛中 接着听得十余人呼喝嚎叫 奔江过来 跟着又有马蹄声音 维小宝所怕的 只是红教主追来 将他擒住 抽筋剥皮 这时听声音 似于红教主无关 稍觉放心 从草丛中向外望去 就见十余名通骨丝猎人 狂呼急奔 呼听得砰砰砰之声不绝 数名猎人摔倒在地 滚了几滚遍机死去 身上渗出鲜血 维小宝握住双二的手 心想 这是外国鬼子的火枪 马蹄声响 七八骑马冲江过来 马上锁成 果然都是黄须碧眼的外国官兵 一个个身材魁梧 神情凶恶 有的拿着火器 有的提了弯刀乱砍 片刻之间 便将余下的通骨丝猎人 尽数砍死 外国官兵哈哈大笑 跳下马来 搜捡猎人身上的物事 取去了几张貂皮 六七张银狐皮 几里咕噜地说了一阵 上马而去 维小瓦和双尔 耳听得马蹄声远去 才慢慢从草丛中出来 看中猎人时 也没一个活口 两人面面相觑 从对方眼睛之中 都看到了恐惧之极的神色 维小宝低声道 这些外国鬼子是强盗 双尔道 比强盗还凶狠 抢了东西还杀人 维小宝突然想起一事 说道 怎么会有外国强盗 难道吴三桂已造反了吗 他知吴三桂和罗刹国有约 云南一发兵 罗刹国就从北进攻 此刻突然见到许多外国兵 莫非数十日来不闻外事 吴三桂已经动手了 想到吴三桂手下兵马众多 不禁为小玄子担忧 望着地下一具具尸体 指示发愁 双尔道 这些猎人真可怜 他们家里的父母妻子 这时候正在等他们回去呢 维小宝嗚了一声 突然道 我要见小皇帝去 双尔大为奇怪 问道 见小皇帝 维小宝道 不错 吴三桂起兵造反 小皇帝有许多话要跟我商量 就算我想不出什么主意 跟他说话节俭闷也是好的 咱们这就回北京去 双尔道 陆顶山不去了 维小宝道 这次不去了 下次再去 他虽贪财 但击下的金银财宝 说什么也已花不还 想到陆顶山与小玄子的龙脉有关 实在不想去真的发觉 这把一觉之下 就此害了小玄子的性命 他找出八部四十二章经中的碎羊皮 将之拼凑成图 查之图上山川的名字 一直十分热心 但真的来到陆顶山 忽然害怕起来 只盼找个什么借口 离得越远越好 若说全是为了顾全 对康熙的义气 却也未必 只陆顶山绝宝这件事 实在太大 他身边但有双尔一人 虚道临头 不免胆怯 倘若带着数千名萧綦营官兵 说不定已经大叫 他奶奶的兵伐陆顶山去的 双尔没什么主意 自然唯明是从 微笑报道 咱们回北京 可别跟外国强盗撞上了 还是沿着江走 瞧有没有船 当下穿出树林 折向东行 走到下午 到了一条大江之畔 远远望见有座城寨 微笑报大喜 心想 到了城中 故船也好 乘马也好 有钱就行 当下快步走去 行出树里 又见到一条大江 自西北蜿蜒而来 与这条波涛汹涌的大江会合 双尔呼道 县公 这边是阿木尔河跟黑龙江了 那 那 那里边是鹿顶山呢 说着伸手 指着那座城寨 维小宝道 你没记错吗 这可巧得很了 双尔道 地图上的的确确是这样画的 不过图上只有八个颜色圈 却没说有座城寨 维小宝道 鹿顶山上有座城寨 真是古怪的景 我看这座城子不大靠得住 咱们还是别去 双尔道 什么不大靠得住 维小宝道 你瞧 城头上有朵妖云 看来城中有个大大的妖怪 双尔吓了一跳 忙道 哎呀 我是最怕妖怪的了 相公 咱们快走 便在此时 只听着马蹄声响 数十起马沿着大江自南而来 四周都是平原 没处可躲 维小宝一拉双尔 两人从江岸滚了下去 坐在江边的大石之后 过不多时 便见一队马队 击齿而过 骑在马上的都是外国官兵 维小宝伸了伸舌头 眼望着这对外国兵 走进城寨去了 说道 可不是吗 我说这座城子不大靠得住 果然不错 原来这不是妖云 是外国翻云 双尔道 咱们好容易找到了鹿顶山 哪知道这座山 却让外国强盗站了 维小宝按摇一声 跳起身来 叫道 糟糕糟糕 双尔见他脸色大变 蛮问 怎么 维小宝道 外国强盗 一定知道了地图中的秘密 否则 怎么会找到这里 这批宝藏和龙脉 可都不宝了 双尔从没听他说过 宝藏和龙脉之事 但那幅地图 气得如此艰难 也早想到 鹿顶山 必定事关重大 见他眉头深皱 劝道 相公 既然给外国兵 先找到了 那也没法子了 外国强盗有火气 凶恶的紧 咱两个 逗他们不过的 维小宝叹了口气 说道 唉 这可奇怪了 咱们的地图拼成之后 过不了几天就烧了 怎会泄露了机密 这些外国强盗 是不是以绝了宝藏 破了小皇帝的龙脉 非得查个明明白白不可 想到适才 外国兵 在树林中杀人的凶残模样 不由得打个寒警 陈吟道 我想去鹿顶山 探查清楚 就是太过危险 得想个乏才好 好说 咱们等到天黑才去 那就不容易给鬼子发掘